全油管最快新闻,陈文青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,强调要从众打击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,以及境内协同犯罪人员。 会议指出要贯彻习近平、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,以人民为中心并坚持依法治理和系统治理。 会议强调加强宣传教育,提高人民群众识别电信网络诈骗并防范的意识和能力。 这一举措旨在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,推进法治建设、安保维稳、防控风险以及化解矛盾等相关工作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